第一题 人类对于时间的探索 自古以来就不曾间断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太阳从 今天升起到明天升起 称为一个太阳日 或者按照课本说的 从今天正午到明天正午 称为一个太阳日 但是在地球公转的过程中 太阳日的每天都不一样长 所以我们会取一个平均词 叫做平均太阳日 所以选项B是错的 我们每一天测量的结果都不一样 所以选项B错误 而从今天升起到下一次升起 是称为一个太阳日 不是平均太阳日 所以选项A也是错的 我们知道现在定义秒 就是利用色源子中的震荡定义的 所以选项C是对的 而日轨是利用影子的原理造成 而不是利用地球 绕太阳公转的原理制作而成 所以选项诸也是错的 因此第一题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续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目前人类定义秒 就是使用原子中 中原子中 中文静 中文静